方言在吗 在啊 不敢见你 觉着扫的好 我今天终于去了 传说中的动物园P1市场了 真的 里面东西太多了 还便宜 你看这个 这个才十五 这价二十 这个是我给杜梅买的 那天我态度不好 算是赔罪吧 钱康 钱康来了 别打扰人家 钱康 钱康 来了 小韩 杜梅 这是我给你买的衣服 我今天去了动物园P1市场了 你 你试试看喜欢吗 不错呀 小韩 你真会买东西 就这牌子的衣服 在专买店得卖好几千呢 我看上去也没什么区别啊这个 一样的东西 何必花那么多冤枉钱 东梅 你试试看喜欢吗 我现在不想试 一会儿再说吧 你都不喜欢啊 东梅 这小韩一看心意 你就试试吧 穿上肯定显然年轻 对对对 这件这件这件 这件石毛 穿上肯定散 来 东梅 来 东梅 东梅 你这是干吗呀 人家小韩好心好意的这个 你要喜欢你自己穿 你这就有点过分了 人家小韩对你不错呀 你觉得他好啊 既然你这么喜欢他 叫方言让给你啊 东梅 你这么说话 可就有点刻薄了 做人还是应该宽容点 其实我早就发现 你有这问题 是不是方言 方言 方言 你过来 我就是这性格 改不了了 这不行 到了社会那就要吃亏 我当然是不会和你寄计 但是别人就不见得 个个都能容忍你 男人其实不喜欢任性的女人 方言 你最了解东梅了 你是不是觉得她的毛病挺大的 你们吵你们的 少把我扯进去 不是 方言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我又得批评你了 杜梅这样跟你有很大的关系 你害人不浅啊 这苦果你应该尝到了吧 你是谁呀 轮得着你来教训我们 我怎么了 方言怎么了 你别以为有几个臭钱 就有脸说我们 你那钱还不定怎么来呢 指不定干了多少缺头事呢 没错 什么东西 这 这怎么都冲着我来了呀 我也没说什么呀 怎么连我的品质也怀疑起来了 这个 方言 你叫什么呀 那边有人跳楼 哪儿呢 这是假的呀 真的假的呀 别听 小伙子 千万别想不开啊 有什么过不去的事 小伙子 小伙子 咱们再来聊聊 别想不开 别听 小伙子 千万别想不开啊 有什么过不去的事 小伙子 小伙子 咱们再来聊聊 你比我还小呢 你比我还小呢 来来来来 千万别啊 别别别别别 你别冲了 别往前走 别别别 别往前走 别这样啊 咱们又不认识那人 别受他影响 别受他影响 是啊 大家都振作起来吧 要不咱们干点什么 我去你们吃饭 谁爱吃的虾啊 要不我们出去逛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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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去 四个人 怎好凑一桌 要不我们打麻将吧 哎 这主意好 小韩 你们那叫血战到底是吧 对啊 万言 你掉了牌没有 有 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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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条 对不起 我又糊了 五条 三条 你们怎么雷 你老给杜梅点炮啊 我哪知道他叫五条啊 一看就知道他已经上厅了 你还敢打这张 我也听了 我也不懂自己开白不服啊 一看你们俩过去 就穿连绳卷别人嘛 赵 知道什么叫默契了吧 咱俩都怪什么排大的 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对啊 我们手气好 挡都挡不住 九万 九万 吃 他刚打了八万你就喂九万 你这也太明显了吧 我就这一张闲牌了 要不然你看我牌 怎么那么准呢 行了行了 小麻将 本来输赢就不大 输了全算完了 装牌 对 输了有贤老板托上了 你怕什么呀 东风 别忘了 吃吧 自摸 一条龙 算了 不玩了 不玩就不玩 没想到你们北京的打麻将 排风这么多好 四川排风好 那你回去啊 老赖在北京干什么呀 我到北京来又不是打麻将来了 我是来找我的心上人的 谁是你心上人呀 小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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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伤心 你理他呢 来 小韩 小韩 别伤心了啊 你怎么还跟他眉来眼去的呀 我看你看他的时间 你看排的时间还长 你现在到底跟他什么关系啊 平时我不来 钱康不来 就是你们俩的时候 你们都干什么了 我跟你说得着吗 你跟我什么关系 我就等你说了 我跟你什么关系啊 你还真是有默契吗 方言跟你还真是有默契啊 不可能 我们从来没在一起打过牌 那就是他照顾你 有吗 我没感觉 没感觉你当初干嘛追他呀 谁跟你说我追了他 方言 他真怎么跟你说的 千真万确 对 我骗你干嘛呀 方言 方言 你怎么胡说八道啊 怎么了 咱俩到底谁追的谁呀 你怎么跟钱康说的 我说什么呢 你说杜梅先追的你 是不是你说的 对呀 就是他追的我 我说的没错啊 你真好意思说啊 也不知道谁说的 去郊区接我的时候 看我站在路边上 一下子就爱上我了 真是没错 可是你要不醒我 干嘛打电话让我接你呀 你又不是只认识我一个男的 那人钱康请我吃饭 谁死皮赖脸跟人要去的 谁大老远跑到我办公室 缠着我不走 我不对你好点 是太折磨你了 谁开始接着蹭饭 天天落在人家里的 原来 你到我家蹭饭 是这个意思啊 没错 那是他泡妞的惯用伎俩 这儿没你事 少插嘴 你说 是谁先提出结婚的 大清早的不睡觉 吓我一跳 后来又是谁 别再一个逾越打电话 求我说我们结婚吧 谁那么俗俗 也来拉人拍结婚照来着 你还有脸说呢 有哪个新郎会在婚礼上 把新娘子给丢了 你们怎么对你们的婚史 记得那么清楚啊 那离婚呢 是谁先要离的 是我 没错 一吵架你就把离婚当歌唱 天天挂在边上 谁受了你啊 我这样做还不是因为你 对我越来越不好 你有点当丈夫的样吗你 我对你已经忍之意尽了 还怎么做呀 说你做的饭有点闲 你就都把一桌子菜 都在垃圾框里 我看没哪个男的受了你 我这样做也是有道理的呀 因为你做人太自私了 自私 我太公而妄私了 我这辈子就没对谁那么好过 拉倒吧你 那就叫好啊 你从来都不懂得替别人着想 只知道为自己着想 你这也是一种自私 你为我想过吗 你就会把自己的感受强加于人 我强加你什么了 你把一个错误的婚姻强加给了我 放眼 我终于知道你是个什么玩意儿了 咱俩都离婚这么长时间了 你才知道 天亢 看见了吧 杜梅的本性暴露无疑了 你可得有思想准备 将来你们可千万别重蹈我的负责 少挑拨我跟杰康的关系 就是 我才不会这样放眼当 杜梅 千万别理他 想开他 早开一边去 天什么乱啊 我可是帮你 你跟谁一头到底 就是 有些人就是不知好歹的 这要你屁事啊 以后我杜梅这事想插嘴 包兄 你怎么这么跟傻儿说话 什么态度吗你 我他妈就这态度了 我只要跟客气的呢 杰康 我告诉你 你以后少跟杜梅发脾气 要不是你没事扎正能这样吗 想看好戏啊你 我看你就没眼好心 孙子 你跟我说话客气点啊 找啊 怎么着 不是 大家出去单挑 出哪儿去啊 我他妈在家就败了你 我犯大哀了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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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犯大哀 别出来 他人都打不过 你都出来 你都放开 孙子 他妈在家 你犯大哀 你犯大哀 干嘛啊 怎么了 我胃疼 没事吧 你犯大哀 有事我们就说话 你犯大哀 他们睡吧 干什么 你去睡觉吧 我会不会弄你的 你把小小子的门打开 你犯大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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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犯大哀